昨天凌晨的4点40分前后,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在台湾省花莲县秀林湘沿海登陆,此后威力不减,进入台湾海峡,继而直扑我国东南沿海。 下午4点,苏迪罗的中心位于福建省近江市东南方向130公里海域的台湾海峡海面上,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,强度逐渐减弱。 昨天晚上10点10分左右,苏迪罗在福建莆田市秀林沿海登陆,登陆的时候中心最大风力是13级,风速达到了每秒38米,这也是今年首个两次登陆我国的台风。